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继续来拆2021年的魂斩会长限定 拆的产品是SHF真骨雕制法的假面骑士 凹子超级塔脱发形态 这款产品和其他会线的产品相同 都是采取抽选贩卖的方式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7000日元 同样也和其他会线的产品一样 外面会有一个封套 然后把这个封套抽掉之后 就露出下面的真骨雕的盒子了 其实下面的盒子包装风格 和一般性的真骨雕是没什么区别的 就是正面会有大头罩 然后背后会有一些POSE的展示图片 都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来开箱 同样还是一股油墨的味道 看来说明书的印刷方式 真的是有所改变的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玩法什么的 和其他的都差不多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放着本体的吸塑了 上层是本体 然后下层的话是有一些配件 有一个替换的爪子 还有三个硬币 以及一些替换手型什么的 那我们先把上层的本体拿出来看一下 在腰带处的地方 会有一些防蹭色的塑料薄膜纸 我们先把它扯掉 把本体拿出来之后 一下子就吸引到我眼球的地方 是衣领处的这一段红色零件的地方 这一段地方涂装用的是金属红 再加上光油的工艺 所以说整个零件涂上去的光泽感非常强 特别是侧着光看的话 反光非常的漂亮 和衣领处相同的工艺 在面罩还有头顶处的这些红色线条的地方 也都是使用的是相同的金属红的涂料 颜色也都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就面罩来说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鸟连组的面罩 和鸟连组是一模一样的 脸的正面是一个红色的透明零件 等等 既然是和鸟连组一样的话 说明面罩说不定可以脱下来 我们试试看 真的可以 这里没有用胶水固定 直接可以把面罩给拆下来的 拆下来之后 脸瞬间就变成路人了 有没有特别的搞笑 而且因为外面有面罩 所以说在面罩里面的敷衍处的地方 是直接把敷衍的立体刻画 是刻画在了透明零件的表面上的 相较于一般性的假面骑士产品 把立体刻画的细节刻画在 透明零件的内侧来相比的话 刻画在表面的话 会让这一个整个立体细节看上去的话 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当然了外面是有一个透明面罩的 装上面罩其实也没什么差别了 也没什么差别 和其他产品都差不多 相较于头部的金属红的涂装来说 胸部的这一段黄色的部分 涂装质量稍微会差一些 主要的问题是体现在手部和胸部的 这两段黄色的部分上 是会有一些轻微的色差的 稍微仔细看一下的话 是可以感觉到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还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手臂在大臂根部的地方 平转关节的地方 左手的地方是可以正常的平转的 但是右手的地方是转不了的 这里的话应该是发生了漆面的粘连 可能是因为大必处的零件漆模比较厚 没有完全干透就装上去了 所以说是发生了漆模的粘连 这种漆模粘连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常见的 发生了这种情况之后 只要轻轻的转一转 把它转开就可以了 但是我手上这款产品好像粘的比较牢 这样轻轻转就转不开 这样子的话就建议是可以先把这些 容易损坏的零件先拆除再说 直接把小臂拔掉 在拆小臂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甲面骑士OZ的产品 在曲肘关节的地方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平转关节 这个关节很容易损坏 所以说在拆小臂的时候 是建议是可以捏住肘部关节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凹坑 捏住凹坑的地方 这样子拆的话会比较的稳妥一些 然后肩部的肩甲也需要拆掉 拆掉了之后 然后一个手捏住上面的肩膀 然后一个手捏住大臂的零件 然后这样子来稍微使一下劲转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稍微使一下劲转开就可以了 把关节转开了之后 可以看到肩部侧面黑色条纹的地方 就发生了一些轻微的掉漆 应该就是这里发生了漆膜的粘连了 然后就把它再装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小臂肩甲装回去 继续收回涂装 胸口这一段黄色的部分 虽然说是有一些轻微的色差 但至少所有黄色的地方都是会有涂装的 还算是挺好的 更离谱的是下半身这一段绿色的部分 大家看到的所有绿色的零件的地方 既然全部都是成型色 我也是大开眼界大吃一惊 在真骨掉的产品上 能够有这么大面积的成型色 真的是不多见 虽然说之前普通的塔多巴的产品 在黑色零件的地方也是成型色 但其实在黑色零件的表面上 是会有一层半削光的涂层的 所以说整个表面虽然说是成型色 但其实表面是非常细腻的 整体的质感也是挺好的 但是这一次的绿色零件 竟然连保护的涂层都没有 就直接就是一个成型色 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为什么会这么明显就能看得出 它就是成型色呢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水口竟然有发白 我也是惊呆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裆部的地方 这两处非常明显的水口发白 然后在腰部的内侧 这里也是一个水口发白 然后在大腿和小腿的内侧 这里两段这么大的水口 全部都有发白的情况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而且绿色零件的部分 在发色方面的感觉也和剧中的皮套 稍微会有一些差别 剧中的绿色皮套的部分 感觉像是翠绿色 但是玩具化之后 颜色明显就会更深一些 但是因为绿色零件的地方是成型色 所以说并没有发现色差的情况 从腰部到小腿 这里所有绿色零件发色都是非常统一的 做人就是要乐观一点 不然早晚要被气死 说完了涂装之后 下面来简单的看一看 今天的这款超级塔头霸 和之前的普通的塔头霸 之间有什么改变的地方 首先第一处改变的可能就是配色 配色整体是做了一个反色的处理 就是原本是黑色的地方 是变成了各自的红色黄色和绿色 然后原本的有浮雕的地方 就全部变成了黑色 然后身上的一些零件的细节 做了巨大化的处理 像阴的地方就变成了鸟连组的头 然后肩部的地方是做出了一个大型化的肩甲 上面是稍微隆起来了一块 然后手臂处的地方 这个爪子也是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爪子 而且这个爪子的尖端还做了一些这种倒勾的细节 这个爪子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 这个爪子每一片爪子都是一个独立的分件 而且可以看到这每一片的爪子都是非常的脆弱的 在把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外掰 是很容易发生折断的 而且这里的爪子全部都是硬制的塑料 那就更容易断了 不单单是个收纳状态的爪子 在它展开状态的爪子的话就变得更长了 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普通的塔头霸的爪子 然后这个的话是这次超级塔头霸的 这个爪子会变得长出很多 超级大有没有 这个每一个爪子也都是独立的分件 这个零件也可以看到是非常的脆弱的 很容易就会发生折断 特别是在摆pose的时候 一定要千万小心一些 再往下到蝗虫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小腿前面的装甲 是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开模 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边缘处会更长一些 然后在小腿的侧面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翅膀 这个翅膀也是和手部的爪子一样 是一个独立的分件 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零件 这边的话也是挺脆弱的 也是挺容易发生折断的 拔弯的时候需要小心一些 小腿前面的装甲全部都是独立的分件 所以说涂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当然前面的黑色的分件好像也没有涂装 和后面的小腿的零件一样都是成型色 所以说也就没什么涂装出界的问题了 然后两款产品在背后的造型上 没有发现形状上的区别 就是做了一个反射而已 然后另外还有点区别的地方 肯定就是腰带上的三个硬币了 这次的超级塔兔吧的话 三个硬币都是来自蔚来的 所以说硬币的涂装也会比普通版的塔兔吧 会更加的华丽一些 当中图案都是会有金色描边的 而且里面的底色也是变成了金属漆的涂装 以前就是三个透明零件 就在最外圈有一圈金色的描边 这次的话里面图案也都是有描边的 描边还是挺仔细的 涂装也是挺漂亮 正反面都是会有涂装的 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在腰带侧面挂扫描仪的地方 里面白色线条的涂装也是改好之后的版本了 这里是涂得非常整齐的 然后上面插上扫描仪 扫描的结构和普通版的塔兔吧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可以挂在腰的侧面 至于在身体结构方面的话 也是和其他欧姿系的产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段的颜色都是可以独立拆分开来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可以拼凑出一些自己DIY的形态 都是可以做到的 至于在可动性方面的话 和普通版的塔兔吧差不多 该有的可动都是会有的 像这种弯腰挺胸幅度都是蛮大的 然后前踢后踢侧踢 然后大腿根部的平转 屈膝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了和普通的塔兔吧一样 在屈肘还有屈膝关节的地方 都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平转关节 每一次出现关节的时候 我都会重新说一遍 就是关节的强度不是特别强 在把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拽 很容易会发生损坏的 然后除此之外的其他配件 就只剩下替换手型了 替换手型的数量和造型 和普通版的塔兔吧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种五指张开的手型 然后五指弯曲的手型 捏硬币的手型 以及捏扫描仪的手型 就是三对再加上单独的一个 这个和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不多说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今天开箱把玩的这一款 真骨雕系列的假面骑士 OZ的未来联组的产品 单就质量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算行 除了绿色的部分是成型色 以及水口稍微有一些明显之外 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现什么致命的缺陷 而且因为这个形态是OZ的最强形态 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强形态 新的剧场版出来 会不会有更强我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它的最强形态 再加上这款产品 又是一个会场限定的产品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以原价买到这款产品的话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一玩的 好 那就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